小鬼王鴻星自去年年底在香港開Show後 不驚不覺已經有半年有多 沒有來香港跟粉絲見面了 這天他終於來港出席活動 見一群粉絲等到頸都長了 小鬼都很會做 除了為他們試吃台灣美食之外 還有求必應 向恆雲粉絲送上擁抱 搞到現場尖叫連連 跟一群粉絲玩得這麼開心 小鬼都說要多些來香港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蠻久的 然後也一直很想來 但是也都沒有時間 剛剛過快速通關的時候 我的快速通關已經過期了 所以我應該要 也算是提醒我要趕快再來跟大家見面 那今年年你會不會也來 今年我會有參加頒獎典禮啊 然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工作 來到香港跟大家見面 像今天看到很久不見的面孔 就非常非常開心 那到時候會帶著自己的新專輯來嗎 哦 自己的專輯我希望快一點 但是有可能會拖到明年去 因為畢竟我想要有更多自己的創作在裡面 所以我怕有點延遲 小鬼的好兄弟羅志祥 在剛剛過去的生日會上被粉絲吹分 提起擇偶條件 小豬就覺得擁有長長壽法的女生最吸引 而小鬼就剛剛相反了 因為最重要都是內在美 首先這位女生如果要 如果能夠跟我論結婚嫁的話 應該是要去看到 她能不能喜歡我的興趣 或是她能不能喜歡我的才華 或是她喜歡我 可能別人覺得不怎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像我很喜歡玩玩具 或是我很喜歡收藏一些小朋友 很多人覺得是小朋友玩的東西 但如果你覺得真的很酷 而且你就是喜歡我這樣的童心的話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走長久 日前台灣高雄發生氣體爆炸事件 作成重大傷亡 小鬼透露雖然自己沒有親戚在高雄居住 但她的自家品牌就在當地設有分店 所以她都特別關心今次的災難 我在飛機上有看到這則新聞 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也希望高雄的市民不要有事 那現在安全的朋友 也希望他們不要跑到災區去 因為那裡隨時有可能會坍塌 然後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危險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冒著生命危險 跑去看熱鬧什麼的